如果你喜歡姬哥的捍衛任務系列的話呢 就絕對不能夠錯過無名寺喔 嘿大家好 我是Gar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裡會不定期講一些跟電影、攝影 還有一些器材相關的分享 歡迎訂閱喔 這個分享呢前半段是不會有雷的 後面會講到一個人物的出現 這可能是他的一個小梗吧 也不算雷 我會做個提醒 無名寺這部片的主創編劇 也是捍衛任務系列的主創編劇 所以前面我才會說 它會跟捍衛任務有非常多的相似 如果你喜歡捍衛任務那一種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小人物 突然間被激發了身體的潛能 然後去跟歹徒大幹一架的那一種電影的話呢 這部片會非常的好看 因為就是那一種掉掉 那我會注意這部電影的另一個原因呢 也是因為他的主角 Bob O'Don Kirk 我是從絕面讀史中認識他的 後來在他主演的絕面律師當中 他就擔當主角 非常的好看 我非常喜歡他的那一種小人物的那一種掙扎 然後在工作上他想要激進的展現自己的優點 可是呢又會不小心弄小沉著 以至於讓他覺得非常的惡玩 他的表現讓我非常的深刻 在這部無名詩當中呢 他就是扮演一個小角色 就是一個乖乖的好男人 家庭主夫每天上班打卡 照顧好老婆小孩 可是也沒照顧的那麼好 因為他連倒垃圾都倒的不好 幾乎天天都趕不上垃圾車 以至於被他老婆嫌 然後呢在一次的意外當中 歹徒不小心闖入他們家 可是他偏偏有能力趕走歹徒 最後在關鍵的時候縮手了 以至於他的兒子跟他的老婆 覺得很不諒解 為什麼你不阻止這樣子的意外發生呢 那當然這也是有他的理由跟他的苦衷 這也是電影買的一個小梗 這也是呼應到他這個角色的一個特質 就是在絕面律師跟絕面律師當中那一種 他想要做好事情 可是卻常常就被弄巧沉著 那這部片呢剛好又是相反過來 他想要他可以做很好的事情 可是呢他是壓抑自己不要去做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一件事件爆發了 他必須把自己心中的那頭野獸給拿出來 就跟捍衛任務的雞鴿一樣 為了那一條狗就打開殺戒 去把整個黑幫都給翻掉了這樣子 這部片呢我覺得你可以在廉價的時候 出來放鬆一下心情 感受一下類似捍衛任務那樣子的效果 可是又帶有幽默感 因為這個主角呢他就是帶有一種那種 那種幽默感的一種感覺 不管是他的說話的方式 還有一些他的表演 他就是帶有幽默感 而且電影也確實去營造出一點這樣子的幽默 在打鬥的時候 或者是在很血腥的時候呢 都會放那種很抒情 或者是很交響的音樂 很經典的那種音樂出來 讓你產生了一種對比一種反差 然後在那個整個當中的過程 你會覺得說 並不血腥也並不恐怖 而是一種享受在畫面的視覺的效果裡 所以這一方面我是覺得 你如果喜歡看動作片的朋友呢 是非常推薦這部片的哦 好那接下來我會講一些小小的梗 那如果你不想要破壞你的官員經驗呢 那就可以這個時候先跳出影片哦 其實也沒有說多大的雷或者是梗 那因為這部片其實就是小人物他被觸怒了之後呢 激發出身體的潛能跟他的背景 所以就像哈貝任務一樣 雞哥是被那條狗被殺而激怒 那我們《無名寺》當中的主角哈希呢 就是因為他的女兒的一隻Kitty的手錶不見了 而跑去跟歹徒大開殺戒 引發了一連串的故事 那另外一個小梗呢就是裡面有個老演員的出現 讓我有點驚喜 就是那個演《回到未來》三部曲的那個老博士 他的出現哦 讓我很嚇一跳 呃名字我超越有點忘了哦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他演得非常的好 不管是拿著雙管散彈槍在轟炸敵人啊 或者是拿著衝鋒槍在拍槍啊 那些動作 我覺得哇塞 一個非常知名的老演員真的非常的厲害 好的其實這部片呢 觀影下來是非常舒服的 不管是在動作啊槍戰上的安排啊 還有一些飛車追逐的安排 還有在一些小小劇情上的一些鋪排呢 我是覺得都是合理 而且是想要刻意營造另外一個世界觀 如果說他們有想要把他的世界觀跟捍衛任務接上的話 我是覺得也是蠻合理的 不過捍衛任務已經有點比較超寫實 偏向奇幻的風格 那無名士呢還是屬於是現代的風格 但是如果說他們未來能夠把他稍微連結 或者是說他們想要開出另外一條殺神的線的話呢 我會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這個主角呢 Bob我是覺得是非常期待 他能夠成為一個動作影星 因為他給我一個感覺是常常演四景小明 然後不得志 然後要需要靠一些小聰明小手段 才能夠達成他的目的 他能夠靠這部片成為一個動作系列的一個影星的話呢 我是覺得也是蠻期待的 好了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Bye